这社会的反核的声浪是越来越多 而且有很多的名人也加入了反核的行列 例如像是这个名模林志玲 她就以这个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的发起人身份 是录制了一段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因为这核四 让心爱的家人还有朋友是受到任何的伤害 爱惜我们的家园 我们爱惜我们的土地 如果今天我们有选择权的话 我不会让任何的危险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让任何我们最心爱的朋友 心爱的人受到任何的伤害 林志玲也反核这段长达一番十秒的影片 让民进党人士气大争 这是全台湾的事情 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的事情 如果志玲姐姐也可以站出来说 公投的题目应该用你是否支持核四续建 该有多好 会这样是因为政府铁了心 就是要用你是否支持核四庭建 就是充满着算计 每一关都是关关耍炸 虽建还是停建 差一个字 差很多 只是因为现在的公投法有超高门槛 要动员904万人出来投票 想过关还得要过半数 也就是452万人都同意才行 作家侯文勇在脸书上 po文说这太难了 是技术性的人数对决 还说过去的六次公投 都因为这样流产 更挑明的说公投在技术上 对不赞成方是有利的 很多很多的民主国家 跟我们一样就是所谓的 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去投票 那么投票超过二分之一 才算通过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他的规定并不算过于严格 要提醒院长的是 人家美国的公投 就没有二分之一的投票限制 只要赞成的赞多数就行 反核无拘 归核家园 归核家园 反核是不是真的能无拘 或是成功 还有一段长路 您的新闻综合报道 den麺 拥掉 黄 restrict